听说你们生产的汽车安全气能有质量问题 有这事 不过我们已经道过歉了 还有你们汽车油耗数据造假的事 也是真的 油耗数据不造假 怎么体现出我们的车油耗低呢 是吧 你别这副表情 这事我们也已经道歉了 那神钢集团产品质量不达标的事也是真的了 这事我们也诚恳道歉了的啊 再说了 神钢集团都造假几十年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是你们不是工匠精神吗 工匠精神 不挣钱了 不控制成本了 我们是工匠精神 你就不怕人骂你 骂呗 反正我也不会改 居个工道个钱就摆平的事儿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